HELLO 大家好 阿臉 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就教大家一件事 其實很多的影片創作者和觀眾都不知道 其實觀眾是可以參與創作者的影片製作 那參與什麼呢? 當然不是一起玩 不是畫面 不是聲音 不是內容 而是說字幕 其實字幕的後製是可以參與的 先說給創作者聽 怎樣令這件事發生呢 其實在這個Community的設定 有一個叫Manage Subtitles and CC 這個齒輪的設定可以 Turn on Community Contributed Subtitles Turn on for all的話 我們的影片就可以被人參與去 貢獻這個字幕 我們立刻拿一條影片來做測試 先試一下吧 這條 作為一個影片的擁有者可以加字幕 是非常正常的 我們先出來 這裡可以看到我們正常可以加字幕 如果我們換一換身份 我們換成不是影片的擁有人 剛剛因為開了功能 我們都可以加到Subtitles 這裡我示範 它可以有170多種語言 例如我想打法文 French 也是OK的 我這裡就用英文做示範 這個其實打字幕有什麼用呢 可以讓影片多些人看得明白 例如我現在用廣東話做旁述 可以加英文字幕 或者中文字幕 可以讓聽不明白廣東話的人 都可以看得明白 例如我剛才已經加了一些 這裡繼續 這裡的操控是怎樣 其實這些字幕可以 下面這些Wave 就是說話的音量大小聲 大家一路播片 它就會跟著 就可以聽到聲音的位置大概在哪 每一個聲音都可以拉長拉一段 然後這裡 然後紅色這個位置 我們要加字幕的位置 其實都可以拉到 例如加多一個 這樣 這樣 這樣就可以加到 好 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 來啦 那是不是 隨便都可以打下去 打粗口亂來 都可以 好像維基百科一樣 弄亂別人的影片 隨便打粗口字幕下去 其實是不行的 我們按submit 就可以選擇 其實這個字幕已經做好了 做完了 可以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未做完 其實不是一個人要做完所有字幕 是可以讓其他人繼續完成 什麼情況下會這樣做呢 例如就是 翻譯了兩句 沒時間 走路 或者翻譯到差不多 有一句我不懂得翻譯 怎麼翻譯才好呢 自己沒有完成 就可以讓其他人繼續完成 而已經完成品 寄寄的時候 就會給片主去review 就覺得字幕的內容是否正確 如果正確的話 就真的會apply 你的貢獻是大家會看到的 好 那這裡我示範 這裡因為未submit 應該說未做好 那我就no let others keep working on them 那我就submit了 OK 其實在這裡 contribute 我們可以看看 my contributions 我們的貢獻 我們是不貢獻過哪些字幕的 那這裡是我 其實我這些是測試 拍這些片之前的測試 那我們先轉回 轉回帳 OK 那這裡就曾經 其實這條片 可能大家也有看過 我真的有打字幕下去 然後這裡也是 那我們先去條片 我們剛才是 這條片 對 我們打字幕 其實正常來說 它會發電郵 通知我們 有人submit了 那我們加回字幕 比如english 那我們create一個new 的時候 就會有一件事發生 就是 your friend submit and update see latest version 那我們就可以 看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剛才選了no 未完成的版本 那就可以這樣繼續做下去 那就 嗯 相信很多video 的creator 都是 哪有這麼多時間 逐條片 加上所有字幕 那就 在這個時候 如果有大家 有些觀眾想做一下義工 可能 訓練一下自己 翻譯英文的能力 用多些google translate 或者真的有空 非常熱心去幫人 那就可以 嗯 參與這個字幕的貢獻 那我也都 非常之 嗯 非常之 歡迎大家 也都 非常之感激 如果大家真的會幫我做字幕的話 對啦 基本上 今次影片講的就是這麼多 大家如果喜歡 就可以按個like 還想見到更多同類型影片 記得訂閱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